台湾地区新冠肺炎疫情严峻 英国媒体《金融时报》1号发表评论文章指出 台湾地区在过去一年多 有很多其他国家或地区的经验可供参考 面对近期疫情爆发 却是可准备而未准备 民进党当局权威不容挑战 恐为疫情失手埋下祸根 《金融时报》评论指出 过去16个月间在欧美、印度等地 发生的供养设备不足 老年人在家孤独死去 医院来不及收拾新增病患等景象 如今就在曾自诩为防疫模范生的台湾上演 《金融时报》指出 民进党当局卫生福利主管部门负责人陈时中 持续抗拒实施大规模快筛 坚持实行比较耗时的个案核酸检测 他还反对研究市面上不同快筛工具的效度 也反对建立相关储备 这终究造成了现在快筛工具短缺及准确度有大幅落差的后果 评论提到台湾卫生单位直到上周才进行测试 已找出准确度最高的快筛工具 然而相关信息其实去年就有其他国家或地区的经验可供参考 由于未能及时预备 台湾如今检测塞车 导致指挥中心难以清楚实时掌握病毒的传播地点 方式及速度 而相关信息却是抗疫关键 此外 医学专家指出 在岛内本土疫情爆发前 往往将轻症患者送往设备最佳的医院 造成医院负债过大 无法快速收拾新增大量重症患者 除了医疗及科学技术问题 金融时报还提到 让台湾疫情失守的另一因素 是民进党当局的造神策略 陈时中此前被宣称成功遏制出疫情 声势如日中天 其他岛内的公共卫生专家难以挑战他 任何批评都被诠释为逆时中